好 之後我們有請 獨立評論人協會的代表 程翔 各位明報的職工 和讀者 我們這次 又在這裏見面 這件事 我們香港新聞自由 一個很大的碑 我記得兩年前 兩三年前 我們又在這裏 因為劉俊圖遇襲的事件 我們又要在這裏聚會 從這一點看到 我們香港的新聞自由 是正受到 越來越嚴重的威脅 所以我們全體市民 和新聞從業縣 需要全體市民 和新聞工作者 一度努力 才能夠抗衡 打壓新聞自由的逆流 大家知道 大家知道 在新聞行業來說 明報的報道是很出色的 我們自己有一個金揚如新聞獎 每年明報都有作品 是得獎 而且明報也有很多作品 是受到人權新聞獎的家獎的 這些成績 過去來說 我們要知道 明報有一個鐵三角的問題 有鐵三角的一個組織 一班人在頂著很大的壓力 鼓勵他們的記者做出成績 才能夠有這些不斷得獎的成績出來 但是很可惜 現在這個鐵三角呢 逐個逐個離開了明報 甚至乎現在 默默支持著 明報前線記者 進行深入的調查式採訪的 姜國元先生呢 亦都被迫即時離職 從鐵三角的消失 到姜國元的被炒 我們看到呢 就是有一股力量 是很針對這些 錦然的記者 錦然的新聞工作者 所以要向行這一股力量呢 需要我們市民和全體新聞從業員的努力 才可以做得到的 今年是文革五十周年 回憶在五十年前的明報 查亮陽先生一支筆 頂著大陸這個文革那個粗暴的歪風 文革一年之後波及到香港 香港有兩個結出的新聞工作者 一個是林彬 一個是茶亮陽 一個是茶亮陽 當時也叫做一把口和一支筆 結果大家都知道 林彬被滅口了 林彬不可以再發聲了 當時的茶亮陽明報的創辦人 也都受到很大的殺身的威脅 他自己也都要暫時離開香港 避過這個風頭 但是當年的明報 就憑著茶山的一支筆 是跟中共這個文革的狂潮 是周旋了十年 在這一段時間 我們看到文人辦報那個可貴的地方 但是轉了手之後 我們看到明報越來越偏離這個方針 我們甚至看到張先生 在重慶和薄熙來同台唱紅歌 如果當你一個老闆 是支支於親近權貴的時候 他自不然對他手下 本來一幫很盡職 去發掘新聞 去做好新聞的人 是會覺得余望在背 所以會空降一個 完全不懂港情的人 來執行他的任務 我們看到 張先生來了之後 已經在幾次的版面處理 那裡 是跟姜先生 是有很大的衝突 所以足之 是發生了 這個 炒姜的事件 在這種情況下 我覺得我們為了要 捍衛香港的新聞自由 我希望全體市民 明報的讀者 明報的職工 繼續緊守崗位 繼續發揚這種 不畏強權的精神 做好我們新聞的工作 為香港守護我們香港的核心價值 多謝大家